政府会强制人民接种疫苗吗?有人认为,打不打疫苗应留给个人自行选择。 若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制人民接种,可视作侵犯人权,港人应齐心合力加以反对。 这种说法,只讲理念,不讲现实只能维持政治正确,却没法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。 政府会否强制人民打疫苗,很视乎疫情的严重程度与人民对打疫苗的自觉程度。 如果疫情会像SARS那样自行消失,或人民都能自觉地尽快接种疫苗,那政府自然没有必要自己出手。 但如果疫情发展到像印度那么严重,而人民又不愿意主动去接种疫苗的话, 那政府就只好强制人民接种,再也顾不到那么多的个人选择。 现实是类似的事情早有发生,连前我去南美洲旅行的时候,就被逼要打黄热病疫苗,否则会申请不到当地的入境许可? 没有人指责当地政府的要求违反人权,其实,政府的其中一项功能,就是要制定出一套大家都得遵守的规矩,以便社会上的人可以一起生活。 这些规矩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活动空间。 为了交通安全,行人不可能不顾交通灯而自己乱过马路。 由此可见,政府是有权按社会的整体需要,而对人民的自由作一定规限的。 以强制隔离为例,难道者没有损害个人自由。 一个人可能自己并无犯错,只是邻居受到感染,为安全计,政府只好把所有可能受感染的人一拼隔离,在确认他们没有受感染之后,采放他们自由活动。 从人权的角度而言,这样很难说得过,但很多自由国家,现时都在这样做。 黑死病肆虐药的时候,人们曾恐惧到把受感染的穿落封锁,不许里面的人出来。 有时甚至会出现放火烧穿的悲剧。 我曾看过一出荷里活电影,讲美国受到一种源自非洲猴子的病毒入侵。 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,死亡率极高,而美国政府却一时未找到黑制办法, 唯有出动军队把坏而受感染的地区封锁,甚至打算把区内的人,不管是否已受感染都一拼杀掉。 电影虽是虚扣,但亦可反映,人为了对抗疫情,采取的方法可以去到多么极端。 香港的疫情未算严重,但世界仍有很多地方疫情仍未受控。 香港是一个没法自给自足的地方,无法完全与外界隔绝,因此总会反复受外边的疫情拖累。 如果原用现有的方法来对付一再在香港出现的疫情,社会的代价会很大。 一年两年还可以顶硬上,但长期拖下去,香港就会变成死港,大家都没有好日过。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,而香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肯接种疫苗的话,不排除政府会立法,强制所有身体状况适宜打疫苗的人都要接种疫苗,以助香港早日出现群体免疫的效果。 我相信,其他自由国家,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,也一样会这样做。